话里韩剧背着善载跑在全球掀起风潮 现在韩剧快闪电也来到台湾 许多剧名来抢购 有人说过去要请代购帮忙买韩国和日本快闪电的商品 价格比较高 这回能够在台湾买了CP值更高了 那最近韩国流行快闪电文化 因为Z世代重视消费体验 有许多韩剧都会用快闪电来宣传 利用剧中场景和概念打造成体验空间 或是用偶像拍贴机增加互动感 吸引剧名前往相当有话题性 向远青春爱恋发展让人看得脸红心跳 加上奇幻穿越时空 让韩星编又喜和金慧云主演的背着善载跑 受到广大剧迷喜爱 而正在追剧的影迷 现在还能胜利其境 一踏进快闪电 而边就不断循环戏剧插曲 更搭起男女主角的人形立牌 粉丝忍不住狂按快门 进韩国 日本 泰国后 韩剧快闪电降临台湾 从价格上来看 一个海豹组在台湾卖298元 跟韩国比换算下来贵了超过50块 但和日本 泰国相比 便宜100元不等 不少人都说台湾的CP值高 因为过去请代购到其他国家买 一组海豹就要价580元 还不喊运费 代购可能大家开的价钱也不太一样 只是今天快闪电进来这个钱 我觉得好像是还蛮可以接受 跟着偶像摆post 超亲密宛如就在同个时空 韩国近期消费形态改变 因为MZ世代重视消费体验 不少韩剧都会用快闪电来宣传销售 像是《类之女王》《鱿鱼游戏》等 都是用剧中场景和概念打造体验空间 或是用偶像拍贴机增加互动感 还能与餐厅结合 话题性十足 是所谓一个联名的方式 但他可能会去跟一些所谓的餐饮业 去做联名 那有些周边的产品的产出 现象几韩剧搭上快闪电 推出各式周边 让剧迷收藏 加上打卡分享 成功制造更大名气 接着张群王秋明 台报道